GreenCorp 先来看基本面 GNC8月10日发布财报称 由于预计2022年至23年澳洲东海岸的收成 将远高于往年的平均水平 公司有望实现创纪录的业绩 准备招募约3000名收割工人 负责将小麦、大麦和其他作物从农场运送到仓库 GreenCorp将税后净利润预期从3.1亿至3.7亿澳元 上调至3.65亿至4亿澳元 现在预计稀税折旧和贪销钱利润为6.8亿至7.3亿澳元 之前为5.9亿至6.7亿澳元 GreenC的CEO表示 为了克服天气和COVID的影响 今年的供应链正在满负荷运转 并且在积极筹备昆士兰、新南和维州的粮食储存 以应对庞大的粮食产量 接下来是分析师Joy给出的一般性建议 粮食板块在过去两年时间一军凸起 GreenC的股价一路高歌猛进 从2020年的2.8澳元 一路攀升至今年高点的10.86澳元 真正翻了近4倍 在2月14日的网课中给大家介绍过的GreenC 当时股价处于7.9澳元的位置 目前的股价在冲高后伴随粮食价格下跌而有所回落 目前利好已经出尽 虽然市场盈利率依然偏低 但投资者需更为谨慎 再来看技术面 GreenC日线图 K线跌破维加斯隧道 虽然今日配合上调盈利指数上涨 但依然处于隧道下方 目前重点关注55日均线的走向 如果实体下传隧道 恐怕短期内GreenC的上涨趋势将会被打破 配合MACD处于零轴下方 目前卖压强大 投资者如果想要进行布局 不妨等趋势更明了之后再做打算 接下来是分析师Joy给出的一般性建议 GreenC股价目前正处于维加斯隧道的下方 需要投资者谨慎关注 如果K线能再次跃上隧道 或是更加的布局信号